台湾经纬航太公司研发的无人飞机 让田间工作变得聪明 该公司飞航技术人员展示的这台智慧型农业无人机 可装载最重10公升的各种农药 执行广达远周半近一公里范围的农药喷洒任务 在全球农村人口减少老化的时代 飞行喷洒只需要一两人操作 省时省力 有了参议文政府新南向政策为后盾 经纬航太的无人机更勇于航向东南亚 曾任民进党青年部主任的经纬航太公司执行长周永宏指出 整个东协的经济成长在过去10年来 是唯一成长幅度很大的 甚至大过于中国大陆 东南亚的经济作物很完整 但是它的基础建设还有待改进跟加强 这个基础建设的部分 必须要使用到大量的无人机的技术跟应用 在经济作物上面更是如此 包括智慧农业的应用 周永宏提到 全球90%的棕旅游都是来自印尼 马来西亚等东协国家 所以这90%游棕的农业原地 都是智慧农业无人机市场的潜在商机 周永宏说 像泰国的稻米 像越南的咖啡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做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同样装了我们的这个仪器 包括LIDAR 它就是去探测这个 我们叫做麦矿 矿麦对不起 就那个minor的 那个矿麦 那矿麦这个就是像不只是印尼 尤其像缅甸 它是才开放没多久的国家 它对于这一块特别需求 中科院在1994年开始研发军事用途的无人机 2007年邀集20多家厂商成立无人飞机产业研发联盟 共同开发关键技术并寄转给民间 分析两岸无人机的发展 周永宏说 大陆目前的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个无人机叫做大疆 那它是属于消费型的 也就是娱乐型的 recreation的 那跟我们所做的是属于 technical就是战术等级的不太一样 我们主要应用在商业等级 就是说如果以简单的话语来讲 就是说我们飞的更高 更远再得更重 周永宏强调 飞机飞出去是一回事 解读资料又是一回事 经委航太自认其优势 不只在前端制造飞机的能力 还包括能将无人机空罩收集回来的资料 进行后端大数据的分析 不过周永宏提到 中国大陆政府协助业者 包括天线使用频道的律定 对岸的优势在于 政府若给予政策支持 会发展得很快 即便台湾技术上比大陆好 但当对岸政府投入大量资源 台湾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 是台湾业者要努力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长夏小华台北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杜ło正下转于 台湾文贵